如果平東科技大學 沒有喔 我們下次會去一下 在那個學校還沒有出來之前 我們學校是當時 就要面積最大的學校 那後來平東科技大學出來之後 因為它是整個在平東的教室 所以它們不是暫定面積長大 所以那個學校的學校 是絕對不可能走路上去的 因為你從校門口到他們 這個要上課的地方 光騎摩托都要請教室 比如說十分鐘 看你的學校 所以那個學校的效果價很大 你們應該有聽過吧 就是有人在賣一種醬油 瘦瘦的 然後一瓶醬油辦的很貴 就是他們學校的營養測試 去回憶出來的 然後他們學校做製作追蹤 橘色像然後做一樣的 你們看過 那個都是平東科技大學的學生 他們去研發出來的 好 所以我們學校的暫定性量很大 那當時可能 我剛才講的我們創辦的其實 它沒有太多的資金 所以它當時其實沒有花你多錢 去買下去這一大片 然後開始經營這個 存在公開 當時是公開 到一個現實的 才改進的 才有上課出來 所以我們國貿科 是當時第一個商學的科技 到現在 所以我們目前新九到現在 已經有二十分鐘 好 那你想想看 我們學校目前這一塊土地 如果以當初的成本五千塊 可是你如果在我們學校的 這個資產不代表裡面 看到我們學校擁有的這個土地 寫一個五千 因為成本原則嘛 寫一個五千 你能相信這一張財務報表嗎 那一點價值都沒有 這麼一大片土地 所以你會發現 貨地資產 在它除了從買進來 我們上學期也有談到 貨地資產你從買進來之後 因為它取得方式有很多樣 我們總共有兩個七種 所以我們說 依照它取得方式的不同 它成本對上是一樣 先記得 如果用現金買的 記得一定要扣除掉現金不扣 再來你可能是開支票去取得 或者是用公司有價值的補票去交換 或者是用公司有價值的補票去交換 或者是政府捐贈給你啊 或者是用交換的方式 我們上學期總共講了七種 不同的取得方式 對它的成本 計價也不一樣 但是不管如何 我們大多數都是以 當時取得的成本來錄到 可是問題是 就像我剛剛講的 土地我用五千塊取得 可是時間隔了四十幾年之後 這土地價值一直的上漲 對不對 而且土地它有無窮無盡的這個 使用期間 所以我們說 因為固定資產 它的金額大 再加上它的耐用期間很長 所以它所要處理的相關問題 就不是像其他的資產 這麼簡單了 所以它才會誇了兩章來解釋 那我們上學期才則是 取得方式 還是取得資本 那 折第六章開始要講的是 後續呢 後續像我們學校這個土地 現在可能 在五年前 我們學校土地出乎 就已經有價值兩億了 所以你怎麼樣 從五千塊把它長到變成兩億 才能展現出這家 這一個 這一個學校它所容認的真實價值 對不對 那所以 這一些處理的過程 就是在第六章才到 那我們現在先把 第五章我們上次沒有假的部分 把它解決完 請各位看到有特色的 193頁 193頁這個地方 我用整理的方式講 193這個地方 所以你資產取得之後 你一定會為了這個資產有一些花費 你固定資產取得之後呢 它後續還有一些花費 對不對 所以這些支出要整個認列的問題 如果你的支出就花費喔 支出的效益在一年以上 而且可以延續資產的那樣年限 如果 比如說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 我本來買了一台機器設備 結果這台機器設備用了三年之後 有一些更新的零件出來 這個零件如果加裝上去的話 可以讓我這台機器的使用 一些更拉長 我當初有花一百萬台這台機器之外 那用了三年之後 它有一些這個新的零件出來了 如果加裝這個零件呢 可以讓我這台機器設備 比如說那個零件本來十年 我用了三年剩七年 可是你加裝這個零件之後 讓它可以延續到這個 還可以再用十二年 好啦 所以也就是總零件是十五年 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說 你這筆花費呢 就去減低 累積折救 你就去降低這家工作 累積折救 也就是提高它的上面價值 我舉個例子說明 比如說 這台設備當初 成本是一百萬的 我用了三年 是不是累積折救 所以假設是直線法 它當初的這個 那用年限假是十年的話 它等於是的話 累積折就用了三年 累積折就應該是三十萬吧 所以這一台設備到第三年年底 它的帳面上 所謂帳面價值 則是在公司的財務狀況表上 它帳面上的價值應該是七十萬 對不對 結果到了第三年底呢 欸 我去加裝了一個新的零件 看我花了一筆錢 比如說我花了二十萬 我花了二十萬去加裝這個零件 然後讓這一個機器呢 它的耐用年限拉長 本來我用了三年應該剩七年 你現在加裝設備之後 你加裝一個零件 花了二十萬 然後使得耐用年限呢 耐用年限多了五年 然後所以這七年 本來這七年 現在加上五年之後 變成十二年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在會計上怎麼處理呢 降低累積責救 你就是看會計處理 這個你理解就好 會計帳不用做了齁 就是借累積責救 累積責救本來你帶一張科目嘛 借累積責救再現金二十萬 會計帳是這樣做 那在我們的財務狀況表上呢 這個地方百三十萬嘛 因為你比銷了二十萬的累積責 就費剩十萬 好啦 所以這一台設備 目前账務價值都算提高了 所以為什麼要這樣做 重點是 你要讓這個 在帳上去提升這一個 機器設備它的價值 因為我花的錢 我花的錢 到底應該放到哪去 花的錢有兩種 我們剛才講過的喔 支出本來應該分兩大類 一種叫收益支出 一種叫資本支出 來 請問 收益支出跟資本支出有什麼不一樣 收益支出是屬於五大會計科目的行項 五大會計科目包含 資產負債、股工權益、收益、費稅 其外 資產負債表的有三個 資產負債、股工權益 隨意表的有兩個 一個是收益 收益 收益 並肺損 費用、損失 請問 收益其支出是屬於五大會計科目的哪一個 資產、費用、蠻個 这个是属于费用 这个是比较费用 花的钱 任何状况花的钱 只要你花了这一笔钱 它的经济效率在一年内的 我们就把这种花费成为收益型支出 所以就拿了列为费用 你花了这一笔钱 如果它的经济效率在一年以下 那么我们就说这种支出叫做 所以就把这一笔花费列在基材 所以像刚刚这个 就是属于这一笔 基本型支出 我花这一笔钱 那我刚刚讲了 经济效率在一年以下 为什么 因为你加工零件 不需要每年都加工嘛 对不对 所以我加了这个零件 这样这一台机器 那样的零件可以拉长了 所以代表它效率 一定是一年起以上 所以这一笔花了二十万 我们就把它列在公司的出费 怎么列呢 好 再来 如果是支出它的效益 一样在一年起以上 但是呢 它并没有延长那样的零件 那样的零件还是一样 在这种状况之下 直接把花费 直接把支出 加到资产上去 我举个例子 好 我刚刚讲的这个是 比较零件对不对 所以使得它的这个 那样的零件都拉长了 这种处理